好吗 啊 要不要给爸爸去散播 不要 雨上大气我又下去了 我绕到这个河边走一圈 等下雨都回来嘛 每天都要走一圈 要慢慢锻炼哈 嗯 要你们去坐哈 拜拜 拜拜 我跟二妹两个都不喜欢你去走 妈妈很瘦 爸爸需要减肥 我也不想走 买办办法 你去坐吧 朋友们 现在从婆婆跟胖哥都出去散播去了哈 我在这里给大家聊一天 最近几天哈 我们被那个评论所困扰 本来我平时说实在话 大家可能都发现我恢复评论都很少 因为有时候我甚至都没得时间去看那些评论 但是有一天 婆婆都说 我是不是该回去了 才想到说是不是有人在说了 才看到很多评论在说哈 说实在话 妈妈 是胖哥的妈妈也是我的婆婆哈 胖哥是他含辛茹不一样大的 所以对于我们子女来说 妈妈在哪里住住好久 都是应该的 我们都是应尽的责任哈 所以说 他想男孩走 或者是说他 啥子该不该回去 我觉得都应该是我们来做主力 妈妈想住好久就说好久 他男孩想说他想回去了 我们也不挽留哈 就是说因为爸爸也在家里面 医生都说了 他在三个月里休养期 其实我们老婆都晓得这个事情哈 我不晓得有些人为啥子会那样去评论哈 总是说妈妈该回去了 作为小狗来说哈 我看到起也许还会觉得你是心痛哦 嗯 关心我哈 但是如果是妈妈或者是胖哥看到的话 可能心里就会有负担 有心理压力哈 叔叔也希望那个朋友们不要去这样评论 我们是妈妈的子女 妈妈想在那里做好久 啊 都没的关系 我们都是应该心然接受的 只要他喜欢在那里做 其实我们都还挺高兴的 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哈 啊 婆婆在这里啊 多一个亲人在这里 他们都觉得还 那个家庭面更温馨啊 更特别是婆婆那个性格又开朗啊 感觉更给我们那个家庭带来了一些欢声笑语哈 那童童 童童啊 是不是你喜欢婆婆 喜欢 因为婆婆的性格非常开朗啊 我觉得反而会把我们的那个家庭氛围啊 带得更开心 当然我也感谢朋友们对我的关系哈 但是作为子女哈 今小时应该也是必然的 呃 所以说没必要去评论 呃 回想我嫁给胖哥也有快仅二十年了 呃 刚进门的时候 说实在话 那时候因为很小就出去打工了哈 十七八岁都出去打工了 呃 很多家伙 呃 就比如说炒菜煮饭那些哈 根本可以说是 呃 都不会 啊 还是后来我从那个外地辞职回来哈 呃 才开始慢慢地自己带那个玩 才慢慢地学那个 学厨啊 啊 学做一些家务哈 呃 所以说 呃 开始了今年哈 呃 不管是娃娃 啊 还是做一些家务 都是婆婆的帮忙做哈 呃 真的是 我可以说是 遇到这样的婆婆也是我小独的福分啊 啊 是是 呃 真的 呃 想起她现在身体有状况啊 啊 然后我们去服饰了 都是应该一点 啊 人嘛 都是互相的 啊 既然婆婆对我们怎么好 我肯定也要对她那么好 对不对吗 俗华说得好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这句话真的不讲啊 就像比如说这一次 妈妈虽然说住了那个手术啊 在我们家里面带了那么久啊 但是你看她现在啊 身体慢慢的好起来了 她从她开始就是说 呃 可以那个慢慢的蹲下去了哈 慢慢的活动了开始 她都是看到啥子冷住的 她能 你所冷静的都得做哈 所以说 呃 能不能说啊 说她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负担 其实她现在慢慢的好起来了 不是给我们增加负担 反而是给我们减轻负担哈 比如说娃娃有时间 啊 我们在外面回不来 没时间去接呀 她都可以去接哈 有时候也可以送一会儿啊 啊 都帮我们拿点东西 都说帮我们带点东西去啊 啊 看到那个衣服尴尬呀 她都会帮我们带了收起来哈 真的是那个婆婆非常的轻快 当然我也晓得有些粉丝朋友们是关心过哈 关心我的身体 但我的身体也也也不是很好 都是说气血不是很足嘛 呃 但是那么说啊 大家都是相复的嘛 呃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能互相关心 互相照顾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幸福的一些事情哈 所以说大家可以呃 换个手一起想哈 呃 这个时候反而是呃 婆婆在关心我照顾我了 对不对 比如说 叫胖哥带我去看医生啊 啊 检查身体啊哈 啊 有有时候她都会呃 趋好温暖 啊 我觉得心里听到去真的是很高兴 很开心啊 遇上这样的婆婆 真的是我的 啊 晓得这辈子的福分 所以说呃 请朋友们不要再议论这件事情了哈 妈妈想在这里住多久 呃 就住多久 而且像医生已经说了嘛 是休养三个月 也许三个月过后去体检了过后 我们想留妈妈在这里继续住下去 也许都懒了 呃 因为毕竟公公她也不习惯在城里面生活 她肯定会想着回家跟公公在一起 呃 陪公公一起生活 呃 更安逸 对吧 那今天说了这么多哈 呃 主要也就是希望 嗯 朋友们不要再评论那件事情 啊 不要让妈妈和朋友看到那些评论 有心里压力 啊 谢谢大家 啊 谢谢大家的关心 在这里一祝十分钱的朋友们 啊 都能和我家欢乐 朋友一个幸福的家庭 拜拜